大家好 我是大聖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的薑母鴨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一只鸭 砍成小块 鸭的写材呢 最好是选用这种差不多90-100天左右的鸭子 那 薑母鴨 薑母鴨 所以说我们这道菜用的姜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们把姜洗干净了 就不用去皮了 就直接切片 切后片 这样可以 稍微切后一点 做的姜母鴨 最好是选择用砂锅 因为我们家庭条件有限 我们用一个平底锅来用 也是可以的 锅热 我们可以倒一些黑芝麻油 稍微可以稍微倒多一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放 先把我们下的生姜 放一大半下来 给它炒香 哇 这个磕麻油丢姜 炒出来 这个香味 超级的香 我们把这个姜片炒出香味来的 微微黄 就可以把腰肉给倒下来的 把它均匀了给盖平 盖盖 这时候我们就给它盖中小火 盖盖 盖盖 煮个15分钟 15分钟又过去了 我们再给它翻拌一下 这时候我们再来给它加一点白酒 大概有半碗的量 给它倒下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调一个味道 盐 鸡菌 生抽 来少许 再来点蚝油 把我们刚才剩余的那个姜片全部给它放下来 然后再来一勺的麦芽糖 再给它翻拌均匀 煮这个加母鸭 我们就全程不加水 翻拌均匀以后 我们再给它盖盖 再扔煮 中小火 再扔煮30分钟 好了 时间到 加母鸭 我们再给它翻拌一下 你看 我们加加母鸭要煮到 里面水分没有了 油变清了 这样子才刚刚好 天气冷了 我们来做一锅这样的加母鸭 暖心又暖胃 太幸福了 完成了